OK,我的下面那个公式会说的比较清楚一些,就是这证明会证明的比较清楚一些,所以大家会去好好的看一下。 我顺便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吧,假设咱们要采样这个一个高尾的高斯,采用高尾的,后来说回来了,我再从这边,高尾的高斯也不用吉普的采样去采样。 你可以直接的从高尾高斯去采样,可以用box miller algorithm什么东西去采样,但为了我们展示一下,我们就用吉普采样去采样这个高尾的高斯。 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高尾的高斯,均值是一个二维的,方差是一个二前二的,有些方差矩阵的话,你们知不知道P of x condition y,你们知不知道? 肯定知道,就在大学本科就学过,一年级就学过,因为你一个联合分部,高斯联合分部知道,你也知道它的conditional density是什么,对吧? 你知道P of x condition y,你也知道P of y condition x都知道,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吉普采样去做,对吧? 好了,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。 这是第一个样本,这是第二个。 因为它是在每一个dimension里面去做conditional,所以我就把它的样本的,跟上一次联系的那根线都一起画下来了。 OK?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,这个是你应该产生的那个样本。 就是应该产生的分布,应该产生是这样的。 OK? 然后你看,其实我们,当然我去如果按一万次的话,它最后产生的那个样本也是这样。 但是你要把那个线去掉,因为这个线是为了方便告诉大家,吉普采样它是怎么出来的,它那个conditional是怎么出来的。 因为我们就把上面那个样本,因为你知道我们每次是改变了它的一个dimension,是吧? 然后我就把前面一个样本跟后面那个样本它们连起来,把那个线给画出来。 但是你看,就是我多,我来个一万次之后,你把那个线去掉,就拿这个点剩下的话,这个分布跟那个分布是一样的。 OK? 这个是我直接就用这个MathLab里面自带的那个采样,这个二维高四的,多维高四的那个分布采样,这个是用吉普采样的。 它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应该是一样的。 我话说回来,这个不用我再解释了,它不可能每个点都一样。 因为它是个随机的这个这个样本产生的过程,但是两个分布长得差不多,你是可以去用肉眼看出来的。 我问大家一下。